家屏版的软玻璃你们玩过吗 首先在装有热水的碗里 切一点肥皂末 融化后之后倒进热水里 再倒一些透明胶 然后将成型的胶水放进杯子里 过上几天就能玩啦 我告诉你你最爱谁 胶水加香皂就可以变成一份家屏版的软玻璃 作为所工博助的我呢 任何材料都可以做你 何况是香皂 我觉得这个视频八成可以成功 键盘打出我爱 然后点击第一个字 就能知道你最爱的是谁 老子们赶紧试试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让我看看你们到底爱谁 肥皂跟胶水都已经准备好了 正好我已经开始手痒痒了 肥皂切碎一些 这样融化起来说不会更快 切香味的感觉也好解答呀 倒入热沃特 哇 立马就起泡泡了 雕食盆成功 透明胶融化之后的肥皂水 居然变成了乳白色 再倒入我之前的水的 白色年的老胶水 这胶水倒入肥皂水中 立马会形成一层膜 你们看到了吗 它并没有散开哦 我们先不要搅拌 让它浸泡一会儿 哎呀 这肥皂水中的胶水开始凝固了 你们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手感有点像软软的火洞 已经泡了两个小时了 肥皂水比之前清澈了很多 我们把你们的鱼捞出来 哇 真的成型哎 但是它太软了 捞出来它还会滑下去 在这一层软玻璃上 还有很多小泡泡 有个东西丢丢的联手 但这个质感还算是不错 鱼捞起来呢 还是蛮解压的 鱼捞起来声音也挺清楚的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在家用香皂做软玻璃 但是香皂千万没用太多 因为你小心被你的妈妈打屁骗 我们可以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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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